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并支持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商务KT的夜晚,本是常规的宴请 却因美艳的它掀起了不一样的波澜 我叫张帅,今年30岁,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那晚,我在江城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玫瑰KT为公司的大客户王总安排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宴请 王总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而这样的商务宴请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 张帅,今天一定要陪好王总董事长的嘱托回荡在脑海 我知道这一晚的安排至关重要 王总对摸摸唱情有独钟,不喜欢酒桌上的应酬 因此,我为他特意选择了这家高端场所 KT的豪华包间里,我亲自挑选了几个陪唱公主 可谁知,当他们走进来时,我却被惊呆了 其中一位女子,她那熟悉的面旁,竟是我的美艳邻居的妻子 她热情地走向我,脸上带着不一样的笑容 先生,想不想跟我玩点大胆的 她靠近我的耳边,轻声问道 就在这时,包厢里的灯突然黑了下来 光线消失的一瞬,我的世界仿佛也随之陷入一片混沌 这一夜,注定让我大开眼界,迎接全新的冲击 玫瑰KT咪的不仅仅是歌声和酒水 还有那无法掩饰的秘密和欲望 王总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刚跟我们公司签订完新合同 张经理,上次来江城太过匆忙 今天我可一定要领略江城的风光 王总握着我的手说道 王总,位置我已经安排好了 包您满意王总的爱好我早已经摸透 他不爱喝酒,不爱打牌 唯有对摸摸唱情有独钟 男人嘛不就那么点爱好 作为销售经理,商务宴请是必备技能 在江城自己的主场 我有信心把王总安排好 玫瑰KT咪,位于江城相隔里拉大酒店 是我经常请客的高端场子 虽然只有我和王总两人 但是我定的却是豪包中包 有宽阔的沙发,带独立卫生间 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请客嘛,不能寒酸 刘经理,叫几个漂亮妹子进来不到十分钟 一排穿着清凉的年轻妹子 手提工具箱走进包间 在刘经理的示意下 几个妹子鞠躬齐声喊道 老板好,老实说我的心情很不好 近来的几个妹子都是些歪瓜裂枣 质量实在是出乎我意料的差 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连我都瞧不上 何况是酒精花丛的王总 果然,王总双手摊开 背靠在沙发上,兴致缺缺 我让刘经理赶紧换一批 结果第二批进来的妹子质量 确实有所提升 但提升不多 刘经理 你们玫瑰KTM怎么做生意的 忽悠外人就得了 怎么还忽悠到老客户身上 小丽 小孟 蔓蔓 惠子 他们一个都不在吗 我不高兴地当着刘经理的面吐槽道 每年在玫瑰KTM 我少说也要消费个三五十万 是他们名副其实的忠实客户 同样的 每次我过来这边会给我安排上等的妹子 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等刘经理回答 我继续道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换场子 而且以后我绝不会再来张总 王总 不好意思 实在是今天生意太好 几个漂亮的小妹早就被选完了 刘经理耐心解释道 我伸手打断她的话 王总是我很重要的客人 你帮我想想办法 今晚必须要让她开心 慢慢刚接待完上个客人 正在休息 我这就给她做工作 让她赶个场 另外有个新来的美女 颜值身材绝对顶级 但是她第一次出台没有经验 刘经理不得已只好拿出对讲机 想办法协调 王总 您看怎么样 慢慢是这里的头牌之一 特点是身材乍列 服务极致 另一位您也听到刘经理的话 是个新人 兄弟 出来玩服务最重要 长相属于其次 蒙起枕头 谁也不比谁好看 那个曼曼 我要了王总点点头 一副老司机模样 给我分享经 首先进来的是曼曼 他的大长腿上穿着黑丝短裙 不乏腰饶 看到曼曼后 王总终于露出满意的神色 张总 人家想死你了 慢慢上来 就用他弹性十足的身材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行了 今天你的任务就是陪好王总 出台费用不是问题 慢慢向我投来一个放心的眼神 然后拿起话筒 钻进王总的怀抱 两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正宗摸摸唱 我坐在沙发上等了大概十分钟 刘经理口中的新人终于姗姗来迟 可当我抬头看到进来的女人后 我惊呆了 怎么是她 我万万没想到刘经理所说的摸摸唱新人 竟然是我隔壁邻居家的美艳妻子 她叫秦璐云 几个月前小两口刚搬来我家隔壁 我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 只因她实在太漂亮 秦璐云的脸蛋属于耐看的鹅蛋脸 皮肤非常好 白嫩光滑 掐一下能掐出水 她的身材则是少有的梨形身材 简直是微胖界的天花板 秦璐云的话不多 看起来柔柔弱弱 身上带有淡淡的忧愁 有股惹人怜惜的气质 可以说不论长相 身材还是气质 她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多少次我故意从她家门前经过 只为多看她几眼 每次遇见她 我都如同出歌般脸红心跳 很多时候我都感叹 要是早点遇到这样单身的女人 我也不至于单到现在 秦璐云的老公叫宋志飞 我只见到过三次 是个戴眼镜的瘦弱男人 长相最多只有三分 也许是上辈子拯救了地球戏 让这小子娶到秦璐云 此时秦璐云身穿一套蓝色细纹长裙 勾勒出玲珑有致的身材 相较于只穿了件抹胸 暴露出大片春光的漫漫 秦璐云的打扮和摸摸唱小妹的身份 格格不入 王总看到进门后的秦璐云 两眼放光 露出惊艳的神色 手里的动作不自觉停下 见此情形 我赶紧把秦璐云拉到身边坐下 唯恐王总跟我提出换人的要求 还好王总看了几眼后 收回贪婪的目光 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兄弟好福气 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极品 我笑着点头回应 哈哈 运气好 感谢王总谦让 我敬老哥一杯 喝完杯中的酒后 我马上松开紧抓秦璐云的手 面对心中的幻想对象 我失去平时在商K里的从容 不知如何处理眼下的局面 秦璐云翘脸微红 食指交叉在两腿中间 主动开口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邻居先生原来他已经认出我来 我看着他回答道 我叫张帅 我这是在陪客户 没办法 我补充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向秦璐云解释 其实我更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 我懂秦璐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道 他笑起来很好看 眼睛弯弯像月牙 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张帅 能不能帮我保守秘密 我老公不知道我在这上班 秦璐云哀求我的毛子里 闪现出一丝挣扎 我点答应 这点职业操守我还是有的 王总见我俩迟迟没有进一步的交流 催促道 兄弟 怎么回事 离妹子那么远 出来完放开点说罢 王总把话筒丢到一边 抱着曼曼热烈激吻 足足身闻两分钟 王总才放开气 娇喘不已的曼曼 来 照着哥哥的样 好好学学曼曼跟着起哄 亲一个 亲一个我正准备劝阻他俩 突然 一片柔软贴到我的唇上 香软 微甜 可惜我还未仔细品尝他的香唇抽身而退 结账时 我给王总开了肩房 然后塞给曼曼三千的出台费 让他务必赔好王总 带上你的妹子一起啊 王总朝我招手道 王总说完又问秦璐云 出台费多少 开个价 我赶紧拦住王总 老哥 别这样 小秦只赔唱不出台 其实我并没有问过秦璐云是否出台 作为他的邻居 这话我问不出 秦璐云脸色复杂 最后呼气道 我可以出台 价格跟曼曼一样 老弟 不是哥说你 哪有小姐不出台 说不出台 那都是钱没有到位 王总再次老气横秋道 听到秦璐云说愿意出台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你知道出台意味着什么吗 话音落下 我才意识到自己多此一问 秦璐云都选择来KT里当小妹又如何不知道出台 我知道 就是 就是陪睡 秦璐云低着脑袋回答道 进房间后 秦璐云就钻进被子里蒙住头 我则先去卫生间洗了个澡 等我回到客厅 秦璐云依旧如鸵鸟般埋住脑袋 揭开被子 我躺到秦璐云身旁 他的身体因为紧张颤抖不已 我的内心同样在天人交战 我不是什么柳夏慧 要是别人我早就进入主题 但是秦璐云我不希望是在这种场合发生这种关 算了 这次就放过他 仅此一次 秦璐云 今晚我很累 你就陪我说说话吧 秦璐云听到我的声音后睁开眼睛 惊讶地看着我 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做这行 我问出隐藏在心里许久的问题 秦璐云沉默片刻后开口道 这一切要从我老公接触赌博开始说起 原本我们经过多年奋斗 有房有车有公司 后来我老公瞒着我偷偷赌博 输光存款输掉房子 公司也因此破产 还欠下外债 他骗我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 我帮他借遍身边所有人 如今我们无力偿还 现在我只想把自己钱的那部分钱还上 不得已 我只好出来挣外快 我没有想到他做KT你小妹背后 有这般心酸的故事 在心里我把他老公问候了千百遍 有这样的老婆还不懂得珍惜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离婚 毕竟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反而是我现在 我赶紧安慰他 他瞒着你赌博输光家产还不算对不起你吗 再说你现在也没有对不起他 这样吧 我帮你找一份正经的兼职 真的吗 谢谢你张帅秦璐云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本来我们身体紧紧靠 距离极近 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面对他这样的角色有误 不可能没有反应 也就我意志力坚定 能勉强支撑到现在 突然秦璐云把手伸过去 握住我的软肋 憋着对身体不好 我来帮你吧 在他的谦谦束手下 我的躁动很快平息下来 这是过后 我利用人脉关系帮秦璐云找了份兼职服装模特的活 那是一家电商公司 主要经营女性服装 秦璐云要做的是给网店上新的衣服拍宣传照 他非常重视我给的机会 第二天特意穿上几件日常服装 在户外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 照片上秦璐云化了淡妆 更显轻力脱俗 他时而俏皮可爱 时而温柔闲静 我一时有些看呆了 我把秦璐云的生活照发给网店负责人后 对方爽快地答应让他示尽 这份兼职工作刚开始收入少点 不过熟练后收入不比陪酒小妹差 最主要的是不用卖以卖身 至此我和秦璐云的关系越发熟人 但我们的关系真正迎来突破还是在那天晚上 当天中午我在公司发现有重要资料忘带 下午公司开会需要用到 于是我便开车回家拿资料 走到房门口时 我发现隔壁秦璐云家的房门虚眼未观 当时我没有在意 想到他可能是为了给房屋透气 也可能是在等外卖 在家里找到资料后 我拿出冰箱里的青菜和鸡蛋 煮了碗面条当做午餐 吃完午饭后 我躺在沙发上小气片刻 等到下午一点半 我才走出房门准备回公司 可我发现隔壁的房门仍然未关 并且和两个小时前没有任何差别 意识到不对劲 我决定走进查看 踏进秦璐云家的玄关后 他家的客厅映入我的眼帘 秦璐云 只见秦璐云晕倒在客厅的地板上 披头散发 面色苍白 我不敢耽误 马上把他抱进车里 前往最近的医院 在急诊室的病床上 秦璐云苏醒过来 他挣扎着要起床回家 你不要命了 给我老实躺下 情急之下 我一声大喝 秦璐云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不再扎 你老公呢 要不跟他个电话吧 我问完后 秦璐云的眼神再次暗淡下来 算了 他出差去了 那好吧 我给领导打去电话请假 然后自作主张让医生给秦璐云做个全身检查 抽携化验 测量血压 心电图 彩钞和CT等 脚废后 我用轮椅推着秦璐云把所有检查全部做完 他的器官各方面都还好 除了血压不稳定 这次晕倒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 缺乏休息引起以后一定要控制好血压 不要过度熬夜劳累 不然后果会非常严重 医生看完所有检查单后告诉我秦璐云的身体状况 听完医生的话后我和秦璐云都松了口气 听到没 要听医生的话 以后注意休息 我板起脸告诫秦璐云 秦璐云非常乖巧地点头答应 嗯 小病靠医 大病靠痒 你这个做老公的也要积极配合 主动承担起家庭重任医生我 你什么你 说你两句就受不了 年轻人性子不要太急 面对医生的误解 我有口说不出 秦璐云也不帮忙解释 还在那无嘴偷笑 从医院出来后 我又把秦璐云送回家 忙碌一天的我正准备洗澡睡觉 门外敲门声响起 我打开房门 只见秦璐云翘生生站在外面 家里没有燃气 没来得及搅纳 可以借用你家的卫生间洗个澡吗 面对秦璐云火辣热情的眼神 我知道打开这个门意味着什么 可如果关上 我跟秦璐云的关系很大概率会永远止步于此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我点点头 好啊 卫生间 稀稀利利的水声传来 我的脑海里蹦出秦璐云沐浴的画面 不自觉的 我开始响入飞飞 洗完澡后 秦璐云穿着一身性感睡衣出来 睡衣的领口很低 轻易能窥见里面的春光 我调整在沙发上的坐姿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走到我身旁时 秦璐云一个猎且摔倒在我身上 温香软欲在怀 秦璐云眼里春意盎然 我再也忍受不住 把他抱起 踹开卧室大门 一番恩爱缠绵 最后 由于担心秦璐云柔弱的身子 我忍住贪恋浅尝辙止 反正来日方长 以后有的是机会 秦璐云在我怀里睡到第二天 太阳升起 晚上来我家上班前 秦璐云亲了我一口说道 好不容易在公司熬到下班 我急冲冲回家 准备找秦璐云重闷旧梦 却发现隔壁传来争吵声 秦璐云的老公回来了 还好他提前回来 要是挽回 指不定会发现我们的秘密 那时候场面必定失控 不得已 我打消晚上去找秦璐云的想法 十分钟后 隔壁的争吵愈演愈烈 甚至上升到杂东西的层次 我不敢相信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会让秦璐云这样温和的女人歇斯底里 实在听不下去 我敲响隔壁房门 开门的是秦璐云的老公宋志飞 他眼神凶煞 气喘吁吁的盯着我 你是谁 干什么的 我指着自家房门跟他说 我是隔壁邻居 你们两口子有什么事不能和和气气解决吗 没想到宋志飞不耐烦地开口道 关你屁事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没好气地指责道 这时 秦璐云走过来对我表示歉意 张帅 不好意思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谁知宋志飞见状变本加厉 指着秦璐云骂道 叫得这么亲热 秦璐云 你这个贱哈 趁我不再偷人事吧 你 我正准备给宋志飞一点教训 砰的一声房门被秦璐云重重关上 接着房间里继续传来争吵 我郁闷地回到家里 他们两口子的事本来我就不好太过插手 再者不论宋志飞那番话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都应该避嫌 好在没多久后房子里没有了争吵声 如果那时我及时插手或者打电话报警 也许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 第二天 出门上班前 我碰到了开门的秦璐云 他的脸色不太好 精神有点恍惚 我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秦璐云摇摇头 我没事 昨天让你见笑了 今天下班后来我家吃饭 我这就去买菜 你老公我不确定地问道 他已经走了 去外地出差去了 那好吧 我点头答应下来 你喜欢吃什么菜 我不挑食 什么菜都吃 秦璐云好像算准我的下班时间 我刚掏出钥匙 隔壁的房门被打开 饭菜已经做好了 快过来吃饭 秦璐云招呼我进来他家 刚进秦璐云家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 什么味怪怪的 我捏着鼻子问道 哦 刚刚买了条鲈鱼杀掉 可能是于心为秦璐云说完招呼我赶紧坐下 他做的是五道家常菜 有荤有素 有鱼有肉 还有一瓶红酒 张哥 快尝尝我煮的排骨汤 还有清蒸鲈鱼 再吃点青菜不一会 我的碗里堆成了小山 秦璐云没有多吃 只是笑眯眯看着我 这一瞬间 我突然感觉到家的味道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主要是秦璐云在说我在听 秦璐云向我讲述了他童年的故事 他说童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从小秦璐云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长大 他的爸妈早年离婚 爸爸去外地打工 几乎每年都难回来一次 最后干脆在外组建新的家庭 不愿回来农村 好在爷爷奶奶对秦璐云关爱有加 爷爷在镇上做点手艺活挣钱 奶奶悉心的照料秦璐云的生活起居 后来秦璐云高考后考上大学 原本他打算放弃读大学直接打工挣钱 爷爷为了给他挣学费 炎炎夏日还在工地上坚持干活 可没有等秦璐云大学毕业暴打两位老人家 爷爷先是突发脑溢血死亡 失去爷爷的陪伴 奶奶精神每况愈下 最后不到两年也撒手人寰 说着说着秦璐云泪流满面 语气哽咽 我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大学里秦璐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遇到现在的老公宋志飞 宋志飞同样是农村走出的孩子 毕业后俩人简简单单领了结婚证 连婚礼都没有办 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中 终于他们迎来了好日子 谁知宋志飞又迷上赌博 输光家产欠下赌债 秦璐云说完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陪着他 好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 我们来做些开心的事吧 秦璐云对我展颜一笑 把我拉进房间 你躺下 今晚我来服侍你 秦璐云趴在我耳边说道 正好我今天醉酒厉害 浑身酸软无力 秦璐云牢牢掌握驾驶位 带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这些年纸醉金迷的生活 但从来没有哪个女人 给我这种灵与肉结合的感觉 这一刻 我确定自己对秦璐云产生了感情 深夜 不知道几点我疲惫地睁开眼睛 旁边秦璐云呼吸绵长 睡得很香 我挣扎着爬起来去卫生间洗澡 进来卫生间后 我又闻到刚进秦璐云家时 闻到的奇怪味道 浓郁的香味都无法遮盖的腥味 洗着洗着 脚下的地露堵塞 卫生间的水无法排出 我只好关停淋浴喷头 打开堵漏 疏通管道 我将地露铁盖上的毛发清理干净 但管道下水速度依旧非常缓慢 看来是底下水管有堵塞 我只好用手指伸进管道里扣动 马上我的食指接触到一个软物 表面光滑柔软 打捞上来后 我拿在手里观察 这是一块肉 肉质散发出淡臭味 不像常见的猪肉意味 如果不是猪肉 那会是什么肉 突然 我的脑子里闪过秦璐云老公宋志飞那张阴狠的脸 一瞬间 我的脊背发凉 额头上的汗水混着水珠流下 拿在手中的肉块不自觉地掉落在地 难怪刚进门时我就闻到强烈的腥味 现在我终于明白 那种味道根本就不是鱼腥味 而是血腥味 在洗手间里 血腥味更是浓郁刺鼻 甚至需要用空气清新剂掩盖 联想到宋志飞的消失 以及秦璐云今天不正常的表现 我知道宋志飞八成已经被秦璐云被杀分尸 洗手间就是分尸现场 还是被你发现了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璐云出现在卫生间门口 靠着门框悠悠叹道 我被突然出现的秦璐云吓得一个机灵 随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秦璐云在如何心狠手辣不过是个弱女子 赤手空拳的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站起身 把玉金披上 秦璐云 你为什么要杀害自己老公 秦璐云恶狠狠地说道 她该死 就算她该死 那也应该有法律审判 听我的话 去自首夫妻一场 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置她于死地 我可以帮你请最好的律师 也许你是正当防卫 还可能是过失杀人只有这样 你才有逃脱死罪的可能我冷静地劝解道 秦璐云听了我的话后 眼里泪珠滚滚滑落 不 是我故意杀了她 我趁她不注意下药迷晕她 然后将她杀害分尸 见劝说无效 我朝她走去 既然你不愿意自首 那我只能选择报警 希望你不要怪我张帅 对不起 秦璐云话音落下 头晕眼花的感觉袭来 我的脚下猛地打了个踉枪 四肢完全使不上力 你在饭菜里下药了 我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随后嘴唇重如千金巨石 无法开口说话 没想到秦璐云心思如此深沉 恐怕昨天秦璐云就布置好圈套 等我来钻 但是她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杀我 明明有更好的机会 她为何要等到现在 失去行动力后 秦璐云给我穿上衣服 然后用轮椅把我推到车上 车辆启动 一个多小时后 秦璐云把车停到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外 小院四周荒凉偏僻 周围全是山野丛林 不远处有几座土房 门口荒草成堆 秦璐云停好车后把我推到院子里 院子中间有一对老年男女的黑白照 显得极为诡异 秦璐云为我吃了一颗药 张哥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我的身体恢复一定的行动力 但是全身被秦璐云用粗绳捆绑 秦璐云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秦璐云蹲下 抚摸着我的脸 我想干什么张哥 你很快就会知道 这里是我真正的家 爷爷奶奶走后 村里的人陆续搬走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回来一次 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感觉到被爱 他继续说道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宋志飞吗 因为他不仅背叛我 还设计陷害我 从秦璐云口中 我得知宋志飞所谓的赌博 输光家产只是个幌子 实则是他婚内出轨 另有情人 而且情人怀上了他的孩子 利用孩子 情人对宋志飞进行逼宫 宋志飞一不做二不休 想出了阴狠的计划 假借赌博转移资产 甚至让老婆背负债务 谁知宋志飞那天回来 手机里的消息无意中被秦璐云发现 于是有了那天的争吵 我真傻 自以为找到爱情 有了归宿 没想到走进更大的深渊 听完秦璐云的话后 我真的很同情他 一次次被伤害 一次次艰难站起来 为了还清债务 不惜出卖身体和灵魂 结果背后却是老公的背叛 巨大的仇恨和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 占据秦璐云的身体 他选择杀害宋志飞 张哥 如果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是你在最后给了我一丝温暖 我一直在等待能有机会穿上婚纱 走上幸福的舞台 我本来以为会是宋志飞 却没想他带给我的只是更深的伤害 所以我最后的愿望就是穿上婚纱 和你一起 在爷爷奶奶的见证下举办婚礼秦璐云的精神状态极差 甚至出现风言风语的现象 说着秦璐云拿出两件衣服 一件黑色西装 一件白色婚纱 这个时候 我知道不能激怒他 以免他做出过激的行为 我的脑子在飞快转动 思考稳住秦璐云的方法 观察完四周的环境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秦璐云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我希望咱俩的婚礼能更有气氛 至少要准备红蜡烛和喜字贴吧 秦璐云听我说愿意和他结婚 开心地答应道 张哥 是我疏忽了 你乖乖在这等我 我这就去买蜡烛和喜贴 不一会我听到秦璐云开车离去的声音 确定秦璐云走后 我开始思索逃离的办法 想逃走第一步 需要把身上的绳索打开 我把目光移动到院子角落里 一个生锈的镰刀上 我坐在轮椅上用脚尖发力 推动轮椅往前移动 一点点接近地上的镰刀 固定好镰刀后 我先用脚上的绳索在镰刀上摩擦 将脚上的绳索锯开 等到双脚恢复行动 我夹起镰刀 尝试递到手里 尝试好几次后 我被捆的双手终于拿到镰刀 把手里的绳子锯开 挣脱身上的绳索 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不敢耽搁 我坚持爬起来 打算快速逃离这个鬼地方 出了院子后 我特意选择顺着马路 在路边的草丛里行走 丛林里的荆棘划破我的皮肤 纵然伤痕累累 鲜血淋漓 我不敢有半分停留 可这偏僻的鬼地方 别说车 就连人影都看不到一个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我走了快两公里 几乎耗尽所有力气 也没找到求助对象 突然灯光刺眼 我看到一辆车朝我行驶过来 我正准备冲到路上拦住汽车 结果脚下打滑 栽倒在田里 眼看汽车绝尘而去 等我看清楚车身形状和颜色后 我猛然意识到那是秦陆云的车 好险 差点自投罗网 还好脚底打滑救了我一命 不好的是最多十分钟 秦陆云就会发现我逃跑而追上来 到那时候 我将彻底失去机会 既然秦陆云已经返回 我没必要躲藏在丛林中 于是爬上大路逃跑 泥水和汗水湿透一倍 我的体力透支严重 完全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坚持 生死危机下 我爆发出巨大的潜能 一分钟 两分钟 我默默地在心里预估时间的流逝 终于 我等来了一个活人 确切说是一辆摩托车 等摩托车快到来的时候 我用尽全力冲到路中间挡住摩托车 摩托车主人是个中年大哥 他哪想到大半夜我会突然冒出 他一个急刹车差点撞到我身上 大哥怒气冲冲下来对我吼道 你他妈是人是鬼 我伸手挡住摩托车的灯光 大哥 我当然是人 快救救我 有人要害我大哥紧张地四下扭头观察 犹豫不决 我赶紧催促到 一千块 送我去镇上 听说有钱可以拿 大哥马上掉头 上来 再去镇上途中 我借大哥的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然后用他的手机登录支付软件 给他转账一千 在镇上我和警察会合 听说有杀人碎尸案出现 警察高度重视 坐上警车我跟着警察前去秦璐云的故居 秦璐云的车还在院子外 院子门正开着 里面极为安静 我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进入院子后 我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秦璐云 他死了 服毒自杀 这里有一封遗书警察说道 遗书是写给我的 我从警察手里接过遗书打开 张哥 抱歉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告别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谢谢你对我一次次的帮助 如果当初我先认识的人是你而不是宋志飞就好了 我累了 想去陪爷爷奶奶 尽管已经麻烦你很多事 最后我还是厚脸皮请求你一件事 我希望能和爷爷奶奶葬在一起看完秦璐云的遗书 我叹了口气 她本是个善良温柔的女人 可惜命途多舛 最后沦落在如今的地步 秦璐云的请求我自然答应下来 在将她安葬好后 我把原有的坟重新修建 秦璐云的坟墓在中间 她爷爷奶奶的坟在左右两边 一如她小时候被爷爷奶奶呵护在手心 经历这次事件后 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人生 我决定投身公益事业 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人重拾希望 每当看到他们重新绽放笑容时 我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段经历虽然痛苦 却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